新冠疫情三级警戒延长到26号 杨振武也表示 县府持续监测整个防疫的环境变化 因此行政院预约施打疫苗的系统 开放到50岁以上可以跨境施打 引入大批台湾民众开始封抢金门机票 但有大批人口移动会造成防疫的破口 所以修正为餐饮业禁止内用 鼓励外带 整个疫情的所有的管制措施都是动态在调整的 每天我们都会一直监测整个防疫环境的变化 那这两天有一个状况就是 一方面因为这个行政院版本的 这一个线上预约施打疫苗的系统 开放了50岁以上可以施打的 可以跨境施打 可以跨境施打 这个部分呢 我在第一次的跟行政院唐政委的视讯会议里面 就有反映了这个问题 当时系统还没有上线 我们就预知会有这个问题 要求去做一些区隔 否则会造成金门 会有大量从外地到金门来施打疫苗的状况 同时也会造成金门航班的排挤 导致航班上面的困扰 但是很可惜的 这个状况还是出现了 所以一方面 由于这个行政院版的预约系统 导致了有台湾进到金门来施打的民众 而这一些从外地过来的民众 到达本地之后 他的用餐一定都是在餐厅里 所以我们评估了这个风险之后 我们觉得在7月26号之前 我们还是取消餐厅的内容 县府为了避免造成防疫的破口 所以调整政策 而16号之前取消金门餐厅内容 相关政策将看疫情的情况 动态调整相关的防疫措施 请不吝点赞订阅